剛才說到九運 講到蔣介石用聖經去占卜 講出來好像很迷信 但是 以前的人看過世界 會發生什麼事 都好像可以翻攤 有個攤路去猜 事實呢 早前我經常聽 2024年 就開始九運 八運是二、三、二、四年就完 現在正在進運 其實是看到九運的東西 將會顯示 那些風水人 不停地 那一派叫做 玄空風水 中洲派 也叫做九運 那些人 說到 喂 那個離火 離掛 屬於火掛 那 屬於光明文明 火 也涉及到戰火 會打起來 那 但是 真是很奇怪 俄羅斯 跟烏克蘭 打到 啵啵啵啵 打了超過一百天 是吧 當初還說 哪有可能打的 還 被人揭露出來 原來 原來 當初 好像 日本仔 什麼 意大利佬 意大利的 麥索里尼 還有 希達拉 有些少 邪惡俗心 大家談好 就 瓜分 整個歐洲 吃得就吃 這樣 那你說 可不可信 我覺得 又 又好像可信 是吧 說了離掛 說到 喂 真的會打的 然後 現在來說 那個 極權的陣型 和民主的陣型 越來越壁裏分明 還有奇怪到 以前的中立國 瑞士 那些 那些國家都要 都要埋堆 一戰的時候 一二戰的時候 什麼都不理 很神奇 我覺得 很神奇 我又去看 這個 梁錦祥的神秘之夜 我看他的節目 看了十幾年 看他的分析 另外 另外 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 師傅 又去解釋 他們 用玄學的角度 去看 那個 戰火 將會 將會來 然後 梁錦祥 還私人 預言 喂 有機會真的打的 東西兩線 一個 一個西線 就是歐洲 即是東歐那邊打 另外東線 就是 大陸入侵台灣 收回台灣 你怎麼說都好 總之 中共和台灣打 是兩條線 只不過 習近平說 喂 東歐啊 給面子 退兩個 禮拜才開火 很多嘉賓來 看東西 誰不知 退一退 就整個 下雨季節 然後才 等俄羅斯 去出兵 真是 陷入泥沼 有時 人算不如天算 過不過癮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